头颈部肿瘤 因为头颈部的器官它比较繁多 结构比较复杂 而且距离非常近 所以我们在凤疗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要随身一些正常组织 造成一些并发症 主要的有口清粘膜炎 蛆齿 还有口清干燥 皮肤困烂等等 那么对这个口清粘膜炎 我们处理的过程 主要是保持口清卫生 饭前饭后一定要诉苦 每天刷牙要多刷两次 同时用一些含服牙膏 对脱液腺的保护 口清干燥症的处理 主要是我们凤射治疗 既可能选一些高能X线照射 关键的是 设计治疗计划的时候 既定地避开一些重要的 脱液腺组织 比如塞线 核下线 对于蛆齿的处理 我们关键是放了前后 要对不好的牙根 要进行拔除 这避免了以后续的一些 驱齿的发生 驱齿的发生 主要和这个脱液腺的 脱液的肥密减少有关系 脱液具有杀剧作用 那么放了以后 脱液腺肥密减少以后 脱液减少以后 口清的自解功能 静地 所以导致驱齿 所以说关键的驱齿的发生 也是 感谢观看